歡迎回到這一節的舊藥體育新聞 一起來關心的是馬王陳彥博 他完成了加拿大極限挑戰之後 今天在反國記者會也首度突入自己 曾經在比賽的時候掉進到冰池裡面 甚至還告訴大家 他曾經在2011年的時候 發現自己罹患了冤喉癌 但是他又要用自己的故事告訴大家 要正式恐懼面對挑戰 6月的時候自己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突然就住冤 然後突然就全身馬嘴 突然就開刀 然後住冤無天 然後回復的時候也都沒辦法講話 陳彥博在寫下 加拿大育空700公里橫越賽 亞洲第一紀錄之後 今天在反國記者會中 首度的公開說明 前年6月曾經罹患 煙火癌的往事 當時他隱瞞家人住院 開刀切除了腫瘤 如今成功完成育空戰 這最嚴苛的挑戰讓更有信心 面對5月澳洲520公里的9天分戰賽 他也希望以自己在極地操馬的比賽中 各種求生故事 鼓勵大家面對各種挑戰 他說面對恐懼最好的方式 就是震懾恐懼 並且不斷尋求解決之道 好勇敢面對生命難題的精神呢 也讓彥博完成了加拿大育空特區的挑戰 所以呢 UDN TV 旧阿體育新聞 從今天開始一連兩天 要帶您一起來回顧彥博在這11天比賽的心路歷程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從他抵達冰天雪地的育空開始說起 大家好 我是極地超級馬拉松選手陳彥博 我現在在加拿大育空特區 來到這邊真正在適應這裡的裝備之後 然後才發現當地這邊的氣溫狀況 非常不穩定 就是可能早上會馬上就刮大風 然後突然就停 或者是在隔天的時候突然就下雪 隔天突然又停 所以這邊天氣狀況的話 幾乎是很難預測 很難去抓準換裝備的時機 這是一個驚喜的地方 我只是鼓勵你們保持安全、聰明 管理自己 如果天氣狀態 在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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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區域 你回到這區域 雖然說裝備上都已經差不多 已經知道要怎麼做處理了 但是現在讓我比較緊張的是 其實現在的心情是 知道現在接下來700公里的過程中 要讓自己一直適應在寒冷的情況 然後飢餓的情況 其實都會要來的還要多很多 有點不安、有點緊張 但是又帶有一些興奮和期待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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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歡迎 氣候很難掌握 有時候很溫暖 有時候太熱 有時候風一來又突然變太暖 所以 這邊天氣沒有人說得準 一切都只能靠靈智應變 現在溫度有點上升 後面的那個雪全部都太暖 幾乎要出60%的力氣 才有辦法移動你的身體 現在 可能很低 後面暈 這樣子 日下 早上下雪 睡個雪 South 非常的暖 要研究所有力氣 才有辦法前進 所以 力氣在剛剛那段河流 用光了 我現在 試著要開始 加速 把剛剛一次的時間 去追回來 做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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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做得很快 做得很快 做得很快